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政策 波及面就不仅仅是公务员了 一批并未成为外国公民的海外华人将被注销中国户口 受疫情影响 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在今年11月1日正式开始 这次人口普查的对象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对象相同 是指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国境内的自然人 以及在中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 不包括在中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和外国人也属于普查对象 需要进行普查登记 最近中国各个城市的公安局已经发出通知 其中通常会有这么一条内容 加入外国国籍和出境定居者 按规定应注销户口而未注销的户口或其亲属 请两个月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户籍地派出所 办理户籍注销手续 那么加入外国国籍好理解 什么叫做出国定居呢 这条规定对那些拿到其他国家绿卡的华人来说影响有多大呢 根据中国侨务办公室的相关解释 中国公民已经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 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 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 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 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合法居留资格 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时间不少于30个月的 另外乔屋办公室还对海外华侨进行了定义 就是出国定居的华人 持有中国国籍但是没有中国户口 按照这个规定你长期在国外生活短期回国都需要注销户口 不管你有没有取得绿卡 只要在5年内在国外生活每年超过半年 你就需要注销国内的户口 这个波及面就很宽了 因为大多数的海外华人并没有取得所在国国籍 有一小半人甚至都没有绿卡 但是这种户口注销并不会影响以下方面 第一是它不会影响养老金 一些华人在出国之前在国内都有工作经历 而且也按规定缴纳养老金 那么退休以后才到国外生活 养老金可以领用吗 根据相关部门的回答是 如果是退休前到国外定居将会终止社保关系 之前缴纳的养老金会全额退还到个人账户 如果是退休之后到国外定居 只需要每年提供生存证明 就可以每月领取养老金 那注销户口影不影响房产所有权呢 按照有关规定 如果是依照房产权来证明房子归属的房子 只要在定居国外前买的房子 就算注销了户口 房产依然属于自己 但如果有的老房子没有房产证 那么这部分人将会受影响 如果定居国外的时候没有买房 户口注销之后就等于是外地人了 在一些城市买房将受到很多限制 户口被注销以后可以恢复吗 在持有绿卡的情况下被注销了户口 也可以恢复自己的户口 但是恢复之后依旧没有长期在国内居住的 还是有可能被再次注销户口 因为户口是用来证明持有者为常住人口的标志 既然并非常住人口 就没有保留户口的必要 恢复户口需要本人提出申请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 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要求回国定居的 应当在入境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 或外交部委托的其他机构提出申请 也可以由本人或经由国内亲属 向拟定居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侨务部门提出申请 经批准回国定居的华侨持华侨回国定居证 在有效期内到拟定居住县级公安机关 办理常住户口登记手续 有网友留言说 这个规定将影响很多在国外常住 但是却经常回国 以后也不排除常居国内的人 中国目前还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很多事情需要户口 被注销了户口 在中国社会寸步难行 甚至连身份证也不能领 有的人说 虽然我在国外定居 但是持中国护照 也不想加入外国国籍 也不想注销中国户口 这样有一种把根留住的感觉 但是现在要面临强制注销户口 虽然有护照 却失去了归属感 也有人计算过 一个留学生如果从本科算起 在海外留学 那么他读完硕士如果再读博士 肯定在国外学习生活超过五年了 在国外居住也肯定超过三十个月了 那么当他学成毕业时 他的户口已经被注销了 回国以后 就成了黑户 所以有人感叹 美国因为广大人才的政策 才吸引了世界精英 中国这么做 真是没有大国胸襟 还有人调侃 那孟晚舟女士的户口怎么办 孟晚舟女士的老公和孩子的户口怎么办 但是也有人表示支持 有的人说 我知道的就有党员和公务员拿美国绿卡 然后在国内办内退领国内退休工资 希望这种两头占便宜的人早点被揪出来 也有人指出 中国的户口规定大概是模仿美国的绿卡制度 美国绿卡规定每年要在美国常住半年 但是拥有美国国籍的人 却不需要再办理户口 即便在疫情期间 也可以随时回到祖国的怀抱 所以对这件事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说说你的看法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